人这一生一定要体验一次 一口吃下整份牛排的感觉 这才是人生了 这次五一我和艾扣要去试风 然后去见两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抵达试风后我们前往车行 拿到了我们本次自驾的车子 不过因为要长途跋涉 所以当然不是这台EV了 不买出发了买一辆它怎么样 强迷所为广西人 为我们借到了这台五菱征途 手动后驱99匹马力 人生第一次开卡车的经历 就都在吃风了 拿到了这个车钥匙 好久没有坐这么高的车 感觉视野好棒 我好久没有看到这么难的天了 烟台还好 不过烟台也没有中 咱俩上一次同胖会怎么走 不知道 人这一生 一定要有一次一口喝到一壶奶茶的故事 来吧 开始 这次真不行了 饱餐过后 我们准备驱车前往第一个目的地 玉龙沙盆 强连第一次开手动的 我们猜猜会不会熄火呢 刚才已经熄火了一次 你被一辆卡车给抄了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开了就好像就一百匹 你还指望我怎么样 就99匹多说了一匹 多说了一匹 你好凯莉 哈喽 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刚才拍的严实的效果 一定会非常的棒 悲剧发生了 强迷忘了N开始了 你好 白白受冻了一晚上 好冷啊 伴随着沙漠上的第一缕阳光 我们赤峰之行的铝牌 在玉龙沙湖正式地拉开了序幕 今天是我们来玉龙沙湖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后边的那个沙漠上 背包背好 相机架好 我们开始向着沙漠的顶峰进发 你看到这些骆驼有什么感想 我第一次见这么多骆驼 这真的好多呀 我天哪 黄沙 我们刚从沙漠上玩了几个小时回来了 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拿了个相机 拿了个稳定器 上了趟沙漠还拍了很多很好的B肉 我不行了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玉龙沙湖绝佳的拍照的好地点 刚用无人机探完路 现在整个过去看一下 请问你们俩现在觉得穿着这个衣服怎么样 还喜欢挺凉快的土费 特别凉 凉快的 避开人群穿上红纱 当日最美的影像在这里留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沙漠的行程结束 沙漠的行程结束 当晚的星空我们也必然不会错过 好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下一站就是乌兰不同草原 再见了这片沙漠 大佬先走 大佬先走 B站汽车区恶霸 李泛方同志先走 开过五菱这个征途之后 我第一次萌生出了想买一辆皮卡的想法 皮卡真的挺好用的 真的 你会买它吗 想想它猛禽吧 加加的挺多 行李箱已经放置完成了 我们的征途要开始了 要继续了 已经开始了 走两天了 此处应该拍120帧 妈爷居然有一辆BRZ 居然在这种地方看到了BRZ 相见即是缘分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去乌兰不同的路上 发现了一个特别牛逼景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决定在这里 给我们的小征途拍一张巨片 我的新裤子啊 我突然发现这个星辰大海 我们现在只有星辰沾了个边 还是在这儿是不可能见着 然后今天这星辰估计也没了 多结束 不过还好我们拍到了很牛逼的照片 凯莉辛苦了 辛苦了 抵达乌兰不同后 我们入住了一家 与草原的风格大相径庭的旅馆 清心简洁的设计风格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乌兰不同的第二天 还好今天是个晴天 但是今天的温度是 现在温度是三度 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朋友出去玩 都穿着短袖短裤玩得很开心 而我们只能穿着羽绒服在这里瑟瑟发抖 很惨 草原的春季狂风中拿着相机的我们 踏上了最后一天的征途 我说不上话了 这个人拿了一个A7C 就累成了这个鬼样子 而我现在手里拿着一个 我一定7加85 蓝天下的马场 女孩们在风中尽情的驰骋 每一针都是壁纸 公主扑盼 天色转银 强在雪落之前 强尼和凯莉 完成了在公主扑盼的公主猫 雪落之际 我们驶入了草原腹地 在风雪交加的草原上 留下了这组死刑无憾的画面 为了还是一段 真的相当相当不容易 雪过天晴 在夕阳的余晖下 我们的征途也进入了尾声 雪过天晴 雪过天晴 在夕阳的余晖下 你等我一下 找到什么东西 好的 完成在尺峰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last mission 一张星辰大海的照片 加入 走你 银河的位置找到了 也就是说我们 从这边再打过来 车子正好是45度 对 从车子到夕阳 那我们车往这边再侧一点 再侧一点点 对 找一个45度的车头 然后背后正好是银河 希望我们这个银河能抬抬 银河在那个方向 那大概在这 我给你招着 招着 这风时有时无的 可是真 对 过来看平 手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 蚂蚁 可以可以 封面图有了 真的是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 冬死了快快快 我们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 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星空下的我们 为本次旅行画上的据点 我想也是时候做个总结了 作为一名汽车玩家 我显然不能用 零百加速操控性能之类的标准 去评判这次陪伴我们的小征途 但征途这样物美价廉的车子 依旧帮助了太多 我们一路上遇到的村落和牧场 成为了下沉市场的顶梁柱 人民需要什么 武丁就做什么 这句话我体会到 在离开赤峰之际 我在机场前站了很久 心中想的是 不知下次看到如此湛蓝的天空 和星辰大海 又会是什么时候了 很多人说旅行的意义是逃离 逃离都市的喧嚣浮华 我想是也不是 毕竟我们永远无法彻底的逃离 无论是学生、1996 还是像我一样的创业者 旅程再美 我们也终将回归生活 用相机记录旅程的美好 给生活留下新的期待 对我来讲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星辰大海 后会有期 在婚礼时 在婚礼时 他想要吃 很多羊 闻照 他能吃 每个小鸟 都在白天 都在习近 都在唯一 生活丹